脚马群突然一哄而散 原来是遭到了尼罗厄的袭击 而在尼罗厄奋力猎杀脚马之时 一群河马却在一旁虎视眈眈 大有关键时刻出手之意 鳄鱼能否成功捕杀脚马 而河马会仗义出手吗 感兴趣的朋友 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尼罗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 通常以大型食草动物为食 狩猎方式主要有一种 就是先悄悄前行至岸边 瞅准时机突袭正在饮水的猎物 咬中成功后 再用蛮力将其硬生生拖进水中 紧接着等待猎物的 便是鳄鱼拿手的死亡翻滚了 果不其然 当脚马被两条鳄鱼推进水中那一刻 河马就开始插手干预了 甚至连对岸吃瓜的河马 都纷纷冲进水中 看来也是坐不住了 而令人意外的是 面对河马的步步逼近 一直拼命挣扎的脚马径 异常平静 大概觉得河马没啥威胁 河马直接把攻击目标 移到了尼罗厄身上 几口下去咬的尼罗厄不敢冒头 但鳄鱼也未就此离开 依然在水下死咬着脚马 眼瞅着河马越举越多 尼罗厄索性输死一搏 随即加大力道 试图将猎物拖走 可脚马却开始拼命反抗 只见他尽量把头伸出水面 并不停摆动身体 来阻止鳄鱼的拖拽 河马自然不允许 他们在领地内这么闹腾 始终紧随其后 这阵仗下的另一条尼罗厄 都不敢靠近 就在脚马被拖得 渐行渐远时 一头河马突然冒出拦住去路 紧接着另一头河马 也出现在斜前方 直接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而看脚马神色淡定 丝毫不慌 水中的尼罗厄看来已经溜走了 鳄鱼走了脚马 却成了众矢之地 面对众多河马的围攻 脚马想要活命 只有想方设法逃向岸边 他尽量保持冷静 不与任何一头河马产生冲突 然后朝着岸边缓缓挪动 等到了潜水区 依旧小心观察四周 生怕稍有不慎就功亏于晦 直到确认自身安全后才继续行动 谨慎的甚至不敢激起太大的水化 河马群的目的本就是将之从领地驱逐 见脚马老老实实离开 自然不会浪费力气去攻击的 而从史智中最令人惊讶的 莫过于聪明的脚马机智逃生的过程 结合局势动静结合 并且时刻保持镇定 这份耐心与智慧 属实把自然生命的奇迹展现的淋漓尽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